然後你這個兩隻假牙籤 或者是一隻都沒關係 你自己去設計 然後你放進去的時候 這兩根是跟著你跑的 你可以開始調它 調牙籤的方向 你就決定你這個是要正的要躺的 都沒有關係 那因為我們設計的時候 這個作品我們設計的時候 其實它是可以調這個 牙籤是可以動的 那牙籤就要拔起來 牙籤你回到家再拔就好了 你不用現在拔 因為你這樣 因為它已經太滿 如果你不滿 像這個 這隻熊熊我把它拿起來 它就會自己倒了對不對 那我就是用牙籤 因為不可能給你那麼多夾子 所以我只能用這樣子的方式 要撿 那如果你回家 你想要有這個 你可以跟我說 我讓你帶回去 那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再把它插上去就好 對 因為你辦工作用得到 你這樣把它弄著 你回到家把它恢復你想要的 包括你可能發現了 這一朵花動了 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把它調一下 它會變很濃稠 有沒有看到 你回到家才會變這麼濃稠 那你把它調好 它就會像麥芽糖一樣 那原則上它都不會變 那如果你發現你動了它 有泡泡怎麼辦 牙籤拿來再把它泡泡搓一搓 那如果你發現你泡泡很多 沒辦法被你搓掉 你就這個這樣子拿著 然後把它敲一敲 它泡泡就會出來了 震動 對 震放著 所以你必須要用這個 那這個它怎麼弄呢 因為我們有綁好了 老師我在借你的一下 所以一邊緊一邊收 這樣可以嗎 那你要去收它的 什麼東西 你現在材料放上去 你就可以到家了 到了家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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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以後 谢谢大家